大家早晨 很开心今天是12月18日再次见面了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至我天上我包袱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爱我们 保守我们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平安 在今早 在预定的时间 主日里面 你让我们都能够在一起 借助视频 祝你很敬拜 神啊 你知道新冠肺炎的疫情 从今年的开始 直到现在 神啊 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但是感谢你 你似我的手 一直的保守 看顾 让我们都能够 可以在你面前 一起敬拜 神啊 你知道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我们不能够 可以自由地回到你电宗 我们 以示到我们人与人之间 都有隔膜 都有距离 每次我们出门 都要戴口罩 神啊 这种种的 这些事 神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 曾经没有说过 天色会常滥 但你应许我们 因典是足够我们用的 我们愿意 靠着你 仰望你 来到过每一日 求你拖带我们 加添我们对你的信心 我们感谢你 求主你的圣灵 在时候 到在我们中间 打开我们的心门 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借着苏牧师的讲解 让我们更加坚定地信靠你 神啊 求你都 亲自带领我们这段时间 你要敬拜 让我们能够传着一个 欢喜法律的心 要歌颂你 感谢你听我的祈祷 奉耶稣名求 阿们 好 让我们一起先唱第一首 就是 欢恩赞颂 欢恩赞颂 上 跳跃颂 事物 跳跃颂 敬拜 主 忠心 福人 忧 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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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手 约 望 欢恩 地 崇拜 请 重 救 主 荣耀尊贵 我再来一次 欢恩歌唱 一跳一笑兵败传 献上敬拜师奉神 忠心不忍 忠心不忍 一跳一笑兵败传 天天都要珍重 举手药望 举手药望 欢恩帝送伴 苦苦的歌唱 尊重靠着 高声赞众 荣耀尊贵 永远赞美 很感谢赞 让我们能够欢呼地赞颂他 接着我们唱另一首就是《依然爱我》 一首是一首新的诗歌 让我们一起读一次歌词先 有时候 我不明白 为何苦难在生命中 为何你不将它下去 漫漫长夜冒尽 有时候 我不知道 还要如何继续祷告 亲爱圣灵 求你提醒我 光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夜没有尽头 我相信你依然爱我 给我力量 给我盼望 看见光明再不与前方 高举相守赞美 心中影响着火场 永不呼参 永不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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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是我刚强 有时候 我不明白 为何苦难在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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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圣灵 求来的生活 赶尝我你命灯灵 但黑夜没有尽头 我相信你依然爱我 陪我力量 陪我盼望 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 高举 双手赞美 思念中 人生出歌唱 永不灰心 永不去说 你爱是我感情 但黑夜没有尽头 我相信你依然爱我 给我力量 给我盼望 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 高举 双手赞美 思念中 人生出歌唱 永不灰心 永不去说 你爱是我感情 好 最后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就是《明天的路》 相信大家很熟悉这首诗歌 希望借着它再次提醒我们 注目而向望我们的主 因它是以我的同行 我们越走就越欢港 好的 请不吝点赞美 思念中 人生出歌唱 天气松坦 勇敢的山前走 主母要望主耶稣 全心依靠主 明天的路 有主与我同行 阳光一定更美 更灿烂 明天的路 有主与我同行 阳光一定越走越华光 阳光远离 把悠山照记住 相信明天的道路 恩主会看过 天气松坦 勇敢的山前走 主母要望主耶稣 全心依靠主 明天的路 有主与我同行 阳光一定更美 更灿烂 明天的路 有主与我同行 道路一定越走越华光 明天的路 有主与我同行 阳光一定更美 更灿烂 明天的路 有主与我同行 阳光远离 道路一定更美 越走越华光 我唱诗到此 现在是讲道时间 将时间交给苏国宗牧师 各位大兄姐妹 各位亲友 大家好 上个月 我们查考完旧约的约拿书 旧约圣经里的一个先知书 现在我们开始查考一卷新约的书信 叫做《雅各书》 在新约圣经里 除了四卷的福音书 是讲关于耶稣的生平 《士图行传》就是技术初期教会的历史 其他的二十二卷书都是一些书信 在书信里分为保罗的书信 和我们通常称为普通书信 或者有些不叫普通书信 叫一般书信 或者都称为大公书信 这些所谓普通书信 就不是内容很普通的意思 而是说这些所谓普通书信 是因为他那个收信的人 或者说这些信 是写给一些受众收信的人 是普遍很广阔的人 还有保罗书信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保罗的书信 通常就是会写给某一个城市里面的教会 所以有一些特定的群体 而普通书信的收信人 就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普遍的收信人 所以有一个不同的称法 在保罗书信有十三卷 那究竟普通书信是哪些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普通书信有希伯来书 雅各书 匹德前书、匹德后书 约翰一二三书和尤大书 这些都是一般我们称为普通的书信 以上这些小小的关于圣经的一些常识 希望你不会觉得很枯燥 好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先读一下 雅各书的一节圣经日 这里 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 这里说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伯仁的瓦各 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那这里呢 简单就是说 雅各 请 就是说 雅各向山居十二支派的人 请安 雅各向山居十二支派的人 请安 那雅各是谁呢 他说他是作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雅各 那这个呢 就是雅各书里面 一开始的文安的说话 只是一节圣经而已 很简单 那跟着第二节呢 就已经进入去书信的内容了 那在我们要看书信的内容之前呢 我们就先对这卦书作一些介绍 那我想大家看看年龄和成熟度 如果我放一个等号 就是年龄和成熟 我放一个等号在中间 那你觉得怎样呢 你同意这样的做法呢 或者你不以为然 你觉得年龄和成熟呢 其实呢 就不一定的 我们呢 有时都 就是说 一个人的年龄呢 和这个人的成熟度呢 其实不一定可以画上等号的 我们见到一些年轻人 甚至有时候是一些少年人呢 他呢 都会相当的懂事 一部分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少年人呢 或者这个年轻人呢 他呢 曾经是生于忧患 生于忧患 什么意思呢 不是为生出来是一个忧患的环境 而是这句话呢 是孟子所说的就是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只为一个人呢 有时呢 在很多的忧患里面呢 他反而能够成长 死于 安乐 就是在安乐的环境里面呢 他反而呢 就 墨落 或者失败 所以有时 一些年轻人 甚至少年人 因为他生长 是一个很困难的环境 他经历了很多的忧患的时候呢 反而呢 因为这些种种的困难呢 就使到他 那个人格 得到磨练 成熟 所以 一个人 他的那个年龄 和他的那个成熟度呢 未必是一个正比例 这样去增长的 理想来说呢 如果一个人 如果我们呢 年纪越来越大了 那我们呢 亦都在思想 在品格 各方面呢 都是一个很成熟的 那就最好了 是不是 但是很多时候呢 在实际的生活里面 我们所见到呢 其实 并不如此 所以呢 英文呢 就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呢 not everybody who grows old grows up 不是每一个人呢 他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呢 他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的了 世界上面 其实我们都见到 好多的问题呢 好多时候呢 都是 人与人之间的那些问题 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时候呢 是人制的问题 来的 甚至在大一些的范围 各与各之间呢 其实 很多时候那些问题 都是人的问题 从一些个人的不成熟呢 就会酿成很多个人的啦 家庭的啦 或者呢 社会团体里面的一些问题 这个社会团体呢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啦 甚至也都可能是 我们的宗教活动的那个场所 我说宗教活动场所呢 不是说基督教教会里面 那样的意思呢 就不是说基督教里面呢 就没有的 而是说所有个人类的 宗教活动场所里面 总之呢 有人所谓说 有人的地方呢 就会有问题 因为当人 当我们自己的思想品格各方面呢 有些问题的时候呢 就会形成帮别人的磨擦 人与人之间就有很多问题 所以如果 如果一个基督徒 他能够在信仰上面 长大成熟的话 那在很多个 他遇到的困境里面呢 他就不会呢 成为一个受害者了 我们知道人生呢 不免都是会有一些困境发生 困难的事 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 他的信心品格各方面 是够成熟的 遇到不好的遭遇的时候 与其做一个victim 做一个受害者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得性者 一个victor 我们不要做victim 我们要做victor 所以呢 这个呢 就看看我们自己里面的力量了 我们做一个成熟的人 我们呢 我们呢 就可以将 就是我们那个裂景呢 变成一个得性的环境 我不知道你 駕车的时候呢 或者你坐车的时候呢 会不会留意一下前面的车 在你前面的车 他呢 在那个车尾呢 在那个bumber那里通常都会捏一些东西的 除了车牌之外呢 之外呢 有时候呢 会有一些所谓bumber sticker 那么有时候呢 有一些呢 都有一些呢 搞笑的 那么都有 也都有一些呢 是很有意思的 都有 那么 哎 我駕车 我怎样去看这些sticker 如果你是坐 不是你駕车的 你做乘客的 那你就可以看 哎 有一个bumber sticker 他这样写 挺有意思的 他说 When life When life hands you laminate 当 当 当这里呢 就不是说到 檸檬呀 檸檬水 这样的意思啦 这句话呢 有一个含义的 照我理解呢 就是说 如果生命 带给我们 一些辛酸苦劫的时候 让我们 将它 变成 祝福啦 如果 檸檬就是 酸呀 有时候就是 劫呀 但是呢 檸檬可以做 檸檬水来喝的嘛 所以 在我们生命里面 如果有辛酸苦劫的时候 让我们 将它 变成祝福 与其埋怨 生命里面 一些苦劫 辛酸 我们不如 将它 变成了 是对我们 自己的 祝福 亦都可以 去祝福别人 或者你会说 说 那么容易 哈 这个呢 就是雅各书 要带给我们的 信息了 哈 怎样 能够成为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怎样去处理一些 人際之间 那个 冲突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有些什么 的 记号 有些什么的 表现 表象 可以来去 给我们做一个指标 等我们去努力 等我们自己都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让我们呢 一齐去 查考这一卷 雅各书 这一卷呢 由耶稣的 肉身的 弟弟 亲自 执笔的 一封的 书信 这一卷书呢 都不是很长的 五章的 圣经里面呢 大概是 应该是 一百零八节的 圣经而已 所以呢 鼓励你 嗯 你都用一些时间 一口气的 读完 读一次 读两次 如果你一口气 读一次 读呢 速读一次 大概可能用你二十分钟 读慢些 二十五分钟 多读几次 比如一个人像 那 首先呢 我们要查这一卷书信之前 我们就先认识一下这卷书信的 嗯 一些的 嗯 譬如说 这卷书 什么时候写的 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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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什么 为什么要写的 等等 这些的 介绍 首先 我就先 想帮你说下 这个写作的时间 这卷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啊 很可能呢 在《新约圣经》里面呢 雅各书呢 是最早写成的一卷书 甚至是比四福音更早 很多个 嗯 嗯 嗯 写给哪个呢 这卷书 我们看第一节 它说 是写给 这里说 请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 那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 是写给 是写给 散住十二支派的人 是什么意思呢 散住 就是散居啦 比如好像中国人 我们呢 是散居在世界的各地 那我们就说 这些是叫华侨 海外华侨 那十二支派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人 有十二支派 所以当用到说十二支派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指那些犹太人 散住十二支派的人之后 散居在耶路撒冷之外的 那些地方的 散居在 即不是在巴勒斯坦 不是在以色列的地方 散居其他各地的 那些犹太人 那这里呢 就是所谓的 散住十二支派的人 那这十二支派指的犹太人 为什么会散住在各处呢 最有可能呢 就是比如 《士团传》第八章里面 讲到在耶路撒冷 很多基督徒受到迫害的时候 那当时最早的信耶稣呢 其实最早就是一些犹太人 这些犹太裔的基督徒 他们在耶路撒冷 受到迫害的时候呢 因信仰的缘故受到迫害 他们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居住 当他们要逃走去 另一个地方居住的时候呢 就不是好像我们去移民 那样可以带很多东西 他们可能家头世远很少的 那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呢 又要慢慢去习惯 那个新的地方 又要重头再来 所以这些犹太人呢 当我们读雅各书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呢 这些散居各处的犹太人 其实他们的警方 都是很艰苦的 很多呢 都是很贫穷 甚至是一些受压迫的人 在书信里面 你会看到 这些贫穷的犹太人 受到一些有钱的犹太人的压迫 或者是帮他们做了工 但是呢 就亏欠他们工钱等等 他们呢 在这个困难的环境 离乡别井已经困难了 又要受到欺压的时候 这种种种的思念里面 他们的信心呢 他们的信心呢 就受到一种挑战 受到一种考验了 有时候呢 当我们呢 受到很多委屈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么样呢 我们心里面呢 就有一些苦劫 于是呢 我们的口呢 都会出一些恶言出来 所以在亚国书里面呢 你就会见到呢 里面有一段的圣经呢 就是说 不止一段了 里面呢 就会提到 亚国呢 就提醒他们 要在言语上面 要小心 要管控好自己的舌头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这些受压迫的人 他们心里面 太过就是 哇 愤怒啊 所以呢 有时候会口出恶言 那么 在以后呢 我们继续查考 这卷书的时候呢 就会更清楚 给你看到的那些 雅各书里面 透过雅各书里面 一些内容 我们就看到 这些 散住的犹太人 他们的警方 也都给我们看到呢 雅各 我写这一卷 雅各书的 那个原因 这个呢 就是以后 我们继续看下去的 不过今天呢 我想要注重的呢 就是 雅各书是谁写呢 这样 雅各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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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写明 都讲明的了 但问题就是 圣经里面呢 有几个雅各的 好多个人都称雅各的 最低限度 在新的圣经呢 我们看到 有三个雅各 四个雅各 不过有其中一个呢 就 他不是仕途 提到这个雅各呢 其实因为 他有一个子 名字又叫做犹大 他跟从主耶稣 但这个犹大呢 又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所以呢 提到这个犹大呢 就说 是一个叫雅各的儿子啊 这样 当呢 在圣经里面呢 很多些名字 如果一样的时候呢 通常就会说 哦 这个是哪个儿子啊 或者这个呢 是哪个兄弟啊 之类的 有一个分别 那一个雅各呢 是一个 就是仕途的爸爸 那那个呢 我就不提了 那这里呢 有三个雅各呢 是值得我们去看一下 究竟 是哪个雅各 写这卷雅各书呢 首先这里呢 就是 马太福音的十章 第一第二节 和士藤传的十二章 一二节 这里说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拳兵 赶足污鬼 医治各样的病症 这十二个仕途的名呢 头一个叫西门 又称为彼得 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 接着呢 就说 西匹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 约翰 那这里呢 我们见到这个雅各 这个雅各 是哪个雅各呢 这个雅各 是西匹泰的儿子 而是约翰的哥哥 那这个约翰是哪个呢 这个约翰呢 就是写约翰福音的 那个士徒约翰 所以雅各呢 这个雅各呢 这个雅各 是西匹泰的儿子 是约翰的哥哥 那会不会是这个雅各社呢 因为他是士徒 但是跟着 《士图行传》里面 给我们看到 那时希律王下手 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 那个雅各 那这里我们见到呢 哦 主耶稣十二个士徒里面 最早殉道的 最早被杀害的 就是这个雅各 大概呢 在公元四十 或者四十二年左右 那才说呢 那么早的时间呢 他已经被杀害了 所以不会是这个雅各社了 那另外哪一个雅各呢 那我们再看呢 另外一段经文 马太十章三节 就是耶稣呢 呼召十二个门徒的时候 写出这十二个门徒的名字的时候 这里说 弗力和巴多罗马 多玛和瑞利马太 还有一个呢 就是阿勒斐的儿子 雅各和特泰 那这里又有一个雅各 但是这个雅各呢 就不是西匹泰的儿子 是阿勒斐的儿子 怎么知道呢 爸爸都不同人 才是不同的雅各 但是这个雅各 有多少要提到呢 《士团传》一章十三节 又是一样数出的人 《尽尿城》就上尿所住的一个楼房 在那里有匹德、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巴、多玛 巴多罗米、马太、阿勒斐的儿子 阿勒斐的儿子、雅各 奋裔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尤大 那这里呢 一下呢 提出几个雅各出来了 那这里呢 第二行那里 有匹德、约翰、雅各、安德烈 这个是雅各的 那下面有阿勒斐的儿子、雅各 就是在这里 我不记得 弄了一个黄色给大家看 阿勒斐的儿子、雅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雅各的儿子、尤大 那个雅各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他的儿子跟着耶稣 不关他事 所以这里有个阿勒斐的儿子、雅各 但是这个雅各 四福音里面 除了列出十二个仕途的名字 的时候会提到他之外 就没有什么提到他 所以就没有什么可能 是这个阿勒斐的儿子、雅各 去写雅各书 那刚才那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又很早已经殉道了 又不是他写 又不是这个写 那谁写呢? 接着有一个 这里 在马可第六章一到四节 这里就是说到耶稣 离开的地方 去到自己的家乡之后 耶稣回到那撒拉的地方的时候 门徒也跟从他 到了安息日 他再会同你教训人 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 这人从那里有这些事 所以此给他的是什么智慧 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义能 这不是那木杖吗?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若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们 不也是在我们者女吗? 这里 黄色的那些节 就是第三节 这里那些人 看到主耶稣 哇 主耶稣不是我们这里的人 不是这个木杖的儿子吗? 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 他不是雅各 若西 是犹大西门的哥哥吗? 这样子 这里有一个雅各 而这个雅各 的哥哥是耶稣 之后 这个雅各 就是耶稣的肉身的弟 接着有一句圣经 加勒大书第二章九节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 这是保罗说的 他说 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 哇 这里提到雅各的时候 是说 他是教会的柱石 就是说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 这位雅各是一个领导人物 第二 加勒大书一章十八十九节 这里又再提 更讲清楚 这个雅各 是柱石 教会的柱石 雅各是谁 这里说 保罗说 我过了三年 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 和他同志了十五天 至于别的司徒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 我都没有见过 这样子说 他去到耶路撒冷 他只是见过 彼得是基法 和主的兄弟雅各 所以这里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 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七节去说 当耶稣复活了之后 耶稣是显给雅各汉 再显给众士徒汉 那这个雅各就是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弟弟 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学者 那个研究 无论从一些外政之外 在圣经之外的一些书籍文献 都给我们看到 那些文献里面都写到 都承认到这本雅各书 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雅各所写的 在内政来说 圣经里面 刚才我们的经文都看到 这位雅各 是当时教会里面的领袖 这个雅各写是最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雅各书就是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弟弟雅各所写的 那雅各一开始的时候 他问安的时候 他怎样清去自己呢 他说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伯仁的雅各 请三驻十二个支派的人 作为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伯仁雅各 这位雅各不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吗 哇 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 那位的救主 教会里面每个人所谓信耶稣 就是专这位耶稣基督为救主 那你是耶稣的弟弟 那不是很厉害 为什么不写在信里面呢 为什么他不写说 我是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弟弟 他没有提到这些 他只是说 我是神和耶稣基督伯仁 那个雅各是伯仁 雅各他虽然确实是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弟弟 但是那个只不过是耶稣 本来是神的儿子 降世为人的这33年里面 那个帮雅各的关系 雅各帮耶稣这个肉身的关系 作为耶稣基督的弟弟 只不过是耶稣成为人的 那33年里面的那个关系 当耶稣被钉死 耶稣復活了之后 这种的肉身关系 可以说已经告了一个段落 结束了 现在的雅各 面对着主耶稣 他只有两种的选择 第一 他就是说 一个罪人 面对着一位審判的主 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 复活 证明他是上帝 他是那位有权柄 去审判罪恶的主 那雅各 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所以他既然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雅各的关系 只能够是一个罪人 和一位救属主的关系 再不就是罪人和一位救主的关系 这个就是看雅各 他自己要选一个什么关系 要嘛就是一个罪人和救属主的关系 要嘛就是一位罪人和救主的关系 不会再有什么群大关系 哎呀 欲生的弟弟 这个关系已经告了一个段落 没了 同样的 玛利亚 帮主耶稣的关系 都是一样 没错 主耶稣是神要成为一个人 是透过那个女子所生 所以玛利亚是耶稣欲生的妈妈 但是 在耶稣成为人 他说这33年里面 他是耶稣的欲生的妈妈 是母子的关系 但是当耶稣复活了之后 都是一样的 玛利亚只能够选择 要嘛就是罪人和救属主的关系 要嘛就是罪人和审判主的关系 选哪一样呢 这种的关系 其实帮我们今天 和主耶稣的关系 都是一样的 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信靠他 接受他 那个受死代属的 那个功力的时候 这个福音的时候 那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的去到 去那里 正如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去到 这个私恩宝座的前面 耶稣基督 是我们人和神中间的 唯一的中宝 他说 好像这句圣经说 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 我们要祈祷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奉耶稣基督的名 去到神的面前去祈祷 我们不需要任何一个圣人 做我们的中宝 我们不需要圣安德烈 圣什么什么 或者玛利亚圣母 来去代我们 我们祈祷 去说给他 然后由他再说给主耶稣 说给神 不需要这样的 圣经里面说 在神和人中间之后 一位中宝就是降世为人 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信了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到 这个私恩宝座前 我们直接奉耶稣基督的名 就可以祈祷了 而且在这里 雅各当他介绍的时候 他说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他说 神和主耶稣基督 他放在一起 之后 在他的说话里面去显出 神和耶稣基督是同等的 神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神 所以 既然在雅各的介绍里面 他的教导 我不知道雅各 小耶稣基督是多少岁 或者一岁两岁 他一帮耶稣在同一个家庭里面 一起长大 他虽然看着耶稣 他应该好像见到耶稣 那一个完美无瑕的品格 他应该早早信耶稣 但不是 他不单止不信耶稣 在耶稣基督 甚至被我们见到有一次 就来到余节的时候 很多人去耶路撒冷戒 耶稣的兄弟 还冷嘲热奉地 帮耶稣说话 他们是不相信耶稣 会是上帝所猜的 美赛亚 他们不信 他们只是用他们的肉眼看到 这是我肉身的哥哥 但是当主耶稣复活之后 在复活的精神 我们可以用想象力 在星期五受苦节的时候 耶稣被钉死了 这一个雅各 帮助他 另外一个弟弟由大 家里的弟弟 会不会说 搞什么这么多事呢 说什么 你自己是微赛亚呢 那些人惹来杀身之祸 连我们呢 出街都不敢见人 我们出街都要遮住我们的面 免得人间 认得我们是这个人的弟弟 怎料之 过了三天之后 到星期日的早上 听到人家说 哎呀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那个时候 他就 一定在他心灵里面 引起一种很大的震撼 是不是真的耶稣复活了 那是否我哥们复活了呢 那在圣经里面 也都刚才我们看到 在哥林多前书15章7节里 那里说 耶稣曾经是 复活了耶稣 向雅各显现 我相信呢 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呢 雅各绝对不会说 哎呀 哥哥你复活了 我相信他不会这样称呼 就好像多玛 当其他的使徒说给他 哎呀 我们见到佛国的主了 那他说 他未见的时候 他不信 好了 到第二个星期呢 到第二个星期呢 下来 向他们又再显现的时候 叫多玛 多玛 多玛 你要摸摸我的手 我空哥立胖 多玛 彼此也要扶摸 多玛 Ali son 我的主 我的神 当犹太人用我的主的意思 就是神的意思 我相信雅各都是一样 就像保罗 以前他都是逼白基督徒 他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但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当復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 他都一样 我的主 这个时候雅各一定会跪下来 我的主 我的神 不再称耶稣是他的哥哥了 耶稣真是他的主 他的神 我们想想 雅各在这么多年里面 看着耶稣 帮耶稣一起生活了二十几年 耶稣三十岁的时候出去传道 他都不信耶稣 这么长的时间 看到我这么好的见证 他都不信耶稣 这一样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 有时候我们会想到 哎呀 我的家人 这么久都不肯信耶稣的 就算我怎样去努力 或者向他传福音 或者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榜样 我的家人 做什么还不肯信耶稣 耶稣的榜样 又不是更好过我们 他的弟弟都不信耶稣 所以这件事都给我们一种鼓励 我们尽管耐心的等待 不要灰心 什么时候亚国才信耶稣呢 当耶稣復活向他显然之后 去信耶稣 同样的就是说 是受死 復活的耶稣基督 赢得了亚国的信心 这一点都提醒我们 我们的家人 还没信耶稣 都在那 只有一种督策我们 我们要活出 耶稣基督的阳性 我们要活出一个 与耶稣基督同钉死 同复活的 这样的信仰的生命 怎么叫与耶稣基督同死呢 就是 尤其是我们帮家人的关系里面 我们要活出一种 舍基的一种生活的榜样 一种的品格 活出一个復活的生命 就是一个新的 一个圣经里面 所要求我们 要有的那些生活的品格的时候 我们就慢慢可以 来去引导到我们的家人 信耶稣 雅各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 他显然是 叫做 我们可以说是后来居上 雅各帮其他十一个仕途里面 因为那些仕途 已经跟了耶稣三年了 但在这三年里面 这个雅各不信耶稣 但是在耶稣复活之后 他信了耶稣 他是一个持信的人 但是他竟然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 得到耶路撒冷教会 那些众信徒的一个尊重 尊敬 他成为教会当时的一个 另就 甚至被称为是教会的柱石 所以 不一定 持信耶稣的人 那他信仰的生命 就会慢了下来 不一定信耶稣 信了很多年的人 那他就一定是一个 非常好的基督徒 信耶稣这件事 非常在乎 我们诚心的行道 我们做一个祈祷的人 我们做一个很敬虔追求的人 我们就会长进得快 不会说是那个年龄 一个信耶稣 信了十年 二十年 如果他从来都不肯 很好的追求的时候 那在一个信仰的路上 他甚至的根基都不是好 但是如果信了耶稣 只得一两年 两三年 但是他是一个很肯追求的人 他都一样 是可以很快速地去成长 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要有一个肯追求的心 我们信了住多久 不是看那个年龄 看我们的心 要肯去追求 最后我想帮大家分享的一点 就是雅各 他虽然在教会里面 是被受尊重 被称为是教会的柱石 和根基这么厉害 但是 这个是人家说 雅各教会的柱石 雅各是领袖 圣经里面 如果你读尸能转 你都会看到 当教会有什么事的时候 比如说 比特被抓了 天使救了他回来之后 出了监狱之后 他吩咐那些人 你去说给主的兄弟雅各听 那么多人不说 要说给雅各听 要说给比特听 因为他们两个是教会的领袖 所以看到在当时 每一个人 都是非常地尊重雅各 别人眼中看过雅各 是一个这么好 这么伟大 这么敬虔的一个雅各 但是雅各又怎么看他自己 这一句圣经 他说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 作伯人的雅各 他怎么去 称呼他自己 他只是说 他是作伯人的雅各 他不是说 我是主耶稣的弟弟 我是教会的柱石 当他自己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他说 我是作伯人的雅各 作谁的伯人 作神和耶稣基督的伯人 这个就是他自己 这样去认得 认为他自己 他觉得 他认为 或者说 他自己认定他自己 只不过耶稣基督 是一个奴仆 这个仆人 其实 在希腊文的意思 是一个奴隶 一个奴仆 奴仆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就是说 你帮主人之间 是没有什么权力 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没有权力 什么都没有 只是去听 从主人的吩咐去工作 雅各 就是这样去看他自己 我只不过是耶稣基督 和神的一个奴仆 所以 这件事都给我们看到 真正的偉大 真正的成熟 是别人给我们的评价 而不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评价 是别人看我们 而不是我们自己 来去吹嘘我们自己 自己来去 给自己夸大 这样的意思 在真言里面有一句说话 他说 吃物过多是不好的 那是什么呢 食物糖太多不好 究竟想说什么呢 原来针研很喜欢一句第二句 最重要就是第二句里面的意思 好似吃物过多是不好 考究自己的荣耀 都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 太过于考究自己的荣耀 太过于重视自己 看到自己很厉害的时候 是不好的 雅各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兄弟 当时的教会的储石 和根基领袖 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榜样 他说他只是一个奴博 求诸帮助我们 学习这位雅各 这样的谦卑 短短的一句圣经 让我们看到 这位雅各 那个谦卑 也都让我们看到 鼓励了我们 当我们的家人 还未肯信主的时候 不用灰心 忍耐点 求主帮助我们 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活出耶稣基督徒的样式 出来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的亲人 都能够信耶稣 得到你这种永生的福气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 当人硬心不接受你的时候 你不要嫌弃我们 你甚至 你去向雅各显现 使得去认识 你就是一位 复活的救主 以至到 去将整个生命 去交托给你 你去做一个 活出你的样式的圣徒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跟从 雅各一样 去做一个有追求的人 做一个能够 活出基督徒的样式的人 我们多谢你 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我们多谢宋牧师的讲道 继续我们用 依言爱我来回应 有时候我不明白 为何苦难在生命中 为何苦难在生命中 我不想他挪去 慢慢删也无净 有时候 我不知道 还要如何继续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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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祝福将时间交给苏牧师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今天的崇拜到结束 多谢大家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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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